有的人他不想做中国人怎么办 有的人他就是认为他是台湾人 他是香港人怎么办 你不应该去中国人的头发 小粉红不要不要去贬低小粉红 小粉红是可以转化的 小粉红也是我们的同学 朋友我们不要去鄙视他们 而是去转化他们 共产党笑谈 从2019年开始 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媒体 是怎样歪曲扭曲 无中生有的抹黑香港的抗争 将其抹黑为别有用心的暴动 我当时非常抱歉 我当时也没有也受到了蒙蔽 甚至因此十分反对香港的反送中运动 我在此说一句非常对不起 对不起 我站在这里 我想说的是 我想说的是 不仅反对中国共产党 我反对一切政府的存在 我反对一切国家的存在 国家和政府 它造成了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不幸 对不起 只有没有权力的世界 只有没有政府的世界 才有真正的平等和自由 好 我想重申一下刚才一位同学的观点 对我们要和国际上所有受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我们要得到国际上更多的关注 不能只靠我们的力量 第二个针对刚才那个一位 是说要分裂我们不要分裂的人说几句 就是我觉得我鼓励 我觉得你是很有勇气的站在这里说话 然后也是针对大家说一下 小粉红不要去贬低小粉红 小粉红是可以转化的 小粉红也是我们的同学朋友 我们不要去鄙视他们 而是去转化他们 好 我们不要集权 我们要民主 我们站在一起 是因为我们反抗压迫 而是因为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也反抗压迫 我也反抗压迫 我说的中国是指 大中华群 华人 有的人他不想做中国人 怎么办 有的人他就是认为他是台湾人 他是香港人 怎么办 你不应该去抢过他的头发 但是是这样 我们没有想去压迫 想要去改变你们 想要去压迫的是这个政府 我们我们希望是平等的 和平相组 至于香港人 台湾人自己怎么想 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应该由他们自己去决定 对 看看 看些什么 好 响 勅 curtain 井 图 orem 匢 优优雀 态 机 对